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乖乖的 真是是不是有点小 哎呀 完蛋完蛋了 这代表什么呢 老毛严重怀疑真是有高人在幕后操盘呢 想运用心理学上很有名的斯德个儿摩症候群 又成为人之奇结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习惯了某种被控制的状况 如果没有了 反而不习惯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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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陈时中要选在台北身上 所以用这一招来影响民众的情绪呢 是不是呢 老毛是不是想多了呢 哎呀 这不得而知啊 各位 你们那么久没看老毛 会不会觉得浑身不对劲啊 哎 会不会觉得不习惯 会不会好像全身好像蚂蚁在爬呢 哎 是不是 会不会 会不会 会不会想我的 啊 啊 完全不会 他奶奶太爽了 嘿嘿嘿 各位 天下周老婆不会对老公有斯德个儿摩症候群 看奶奶 哈哈哈哈哈哈 啄惊 哼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老毛啊 最近大家都很关心这个桃源的疫情发展 前两天不少人大排长龙 等着去买五百块钱的疫情隔离血 还有很多人问呢 哎 什么时候打疫苗啊 哎呀 很紧张啊 还有很多人拼命回忆 这几个礼拜去过什么地方 该不该自我隔离 哎呀 说起回忆啊 哎呀 我老毛小时候其实心情清楚楚啊 六岁那年暑假 第一次到台北 那天我去了西门町 中南北路 阳明山 而且那天打扮呢 我都说给各位听 那天呢 我头上戴一个草帽 身上背一个水壶 水壶里面是我妈熬的酸梅汤 而且还精准地告诉各位 水壶里面呢 一共有两颗大蒜梅 编一个酸梅壶啊 那个事 我把那个肉吃掉 嘿嘿嘿嘿嘿 你看 五十多年前的事情 纷纷缪缪缪 历历在目啊 可是想起前两天呢 到底去哪里 哎呀 都忘记了 都记不得了 还有些人呢 若情人比较多啊 会选择性的记忆 嘿嘿嘿嘿嘿嘿嘿 嗯 嗯 嗯 嘿嘿嘿嘿嘿 所以啊 老毛就建议大家 在疫情期间呢 应该随手做个记录 到哪里打个卡 保护自己 也保护别人 否则啊 光靠记忆啊 是很不靠谱的 哎呀 快过年了 老毛啊 真想好好祝福大家 我现在什么都不敢讲 现在讲什么都不太对 总之 新年快到了 新年时候再跟各位拜年 各位保重哦 要健康哦 我爱你们 我 老毛 有对英国情侣入境台湾之后 说没有钱 住在隔离民宿 政府就安排他们住在花莲的隔离的检疫中心 结果这个英国女子呢 她的妈妈就向BBC啊 抱怨说 女儿觉得台湾的隔离环境太差了 简直好像住在监狱一样 哎呀 我觉得这个英国女子啊 你可能在这个隔离上闷太久啊 你可能这事就你误会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外国人挺好的 我告诉你 各国人都蛮好的 我觉得是误会了 你可能闷太久了 不要闷呐 我告诉你 说起闷呐 你们英国啊 有一个人比你更闷 是谁呢 那就是你们的 Prinse Charles who has been waiting for the crown all his life but this moment this moment he didn't get his crown but crowned up 哎呀 得了一辈子皇冠 结果皇冠没得到 结果得到了冠状病毒 哎呦 Prince Charles 真是闷呐 比你闷嘛 对吧 随小小姐不要闷了啊 希望你赶快早日出来啊 再回英国 也叫你们国家一行 早快过去啊 你也祝福一下我们嘛 OK 啊 Peace World Peace 啊 哎呦 Prince Charles 真的闷呐 结果得到的不是皇冠 得到的是冠状病毒 哎呦 闷呐 哎呦 这个疫情真是伤脑筋啊 哎呦 Charles 闷呐 嗯 赶快过去吧 疫情 我老毛啊 最近美中进口的问题啊 引起民众不安 民地奥呢 也有七成的反对 但是有皇后朝 这个决定不会转弯的 因为在野党 不论是国民党 史戴利亚 还是民众党 啊 他们对付起这个支持党的民进党 就跟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一样 弱霸了 太弱了 所以啊 只能听老美的 未来呢 老美会运来一个个的货柜 前半部是武器 后半部就是冷冻猪肉 哎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我们也只好相怨的过日子 照单全收 但是武器可以放哦 可是猪肉不能放太久哦 所以老毛有一个办法 我就跟那个那个相口啊 那个谁 那个我告诉他 他那个香肠摊谈好了 将来他们去这个 买这个这个选取香肠摊的时候 这个如果西巴拉 赢了 我就吃台湾香肠 我西巴拉输了 我就吃american dough 就是美国香肠 所以现在我就勤励这个西巴拉 我千万要赢 我就不要吃这个美国猪肉 看哈 练习 西巴拉 BG 干嘛 西巴拉 两点 哎呀 完蛋了 咱们这样输下去 这样吃下去 不然哪一天呢 我一定会吃那个美国猪肉 吃到老人痴呆的 我靠 再来一次 这一次决神赋 哦 来 这个 比大的 比大的 你不要看 你不要看 不准你看 我不妥协 不准看我耍流氓怎么样 相信耍流氓会红 耍流氓就会红 不给你看 不给你看 我老毛 不要笑 今天穿这个样子 就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你知道我们的羽球好手 戴自营 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名的羽球选手了 而且这一次呢 55年来 首次他到牙锦杯的冠军 这还得了啊 太棒了 可是呢 你知道他去这个比赛之前 才穿上国家卡卡球衣 又大 又不好打球 看起来难看死了 还一直就来就去 就像这样我这样子 我这样能够打球吗 像像歌仔戏一样 我心骗北美亚早三晚 我该挖手以后 回中晚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这个球赛的衣服非常重要 我今天以绅士法 就是要告诉大家 国家很重要 球衣很重要 知道吗 这样穿怎么打 你丢手 过来 怎么打得到 怎么打得到 对不对 再来一次 怎么打得到 对不对 知道了吧 来 再来最后一次 来 一二三 看奶奶 各位 我最近都没跟大家见面 我告诉各位 是因为我在招呼一群贵客 这贵客是谁呢 他们现在不在 我告诉各位 各位知道最近有个大新闻 很大 我突然就不见了 那个新闻就是台北的光复北路 还有八的路口 有一个第三下线 好大一个洞 我跟你讲 这个洞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 外星人来了 他们降落在那里 所以造成一个大洞 他们现在不在 我告诉你 为什么他们来 他们来呢 是认为 他们认为 有一个同类在地球 这个同类是 来了 不能讲 我什么都没说 我真的什么都没说 那你们至少告诉我说 你们找的同类是谁 是他们 哇 是高高文泽 怪不得 怪不得他们的这个暗号都是摸头发 真的这样抓头 真的是这样子 我心中机灭 我心中机灭 你不要把他带走 不要把他带走 不要打他在那 但至少告诉我 你们朱朝在哪里 大巨蛋呢 怪不得不能干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